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一个15岁的孩子从13层楼上跳下去 就是跟爸爸妈妈吵架 大概是为了什么上网之类的问题 蹭一下就窜出去了 那当然就身亡了 你知道我从这问题 我倒不是说讲他们 咱多俗气聊什么青少年教育 或者什么社会问题 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的一个老领导跟我讲 就说是我们过去的这么一位故人 我们的一个过去的老朋友 夫妇俩现在陷于这种哀伤之中 什么哀伤之中 你就想想 18岁的儿子 18岁 这儿子养到18岁 很优秀的孩子 跳楼 跳楼自杀 你说现在就一个孩子 我就说他这个父母亲 孩子要18岁 父母亲也得四十几 那么 哎呀这个让这个父母亲怎么样的这个承受 你看我听了说了之后 我就觉得有时候人生当中碰到有些事情啊 你连安慰 都没有办法这个安慰 这这这美国啊 今年这有一部电影嘛 主要就是讲一对夫妻 是Nickel Kidman的嘛 也都不错 大陆不晓得翻译做什么 就是讲他们一个四岁的小孩 然后呢一个男孩 在家外面啊 醉了一只狗 他养的宠物嘛 醉了一只狗 结果冲出马路 被车撞死 然后整部电影呢 就是讲他们夫妻 怎么面对这种事情啊 后来他们很多方法 其中一个 这美国比较普遍流行 就是那个互助团体 每个礼拜就去啊 大家都有相同的悲痛经验的父母亲 分享 一直来互相支持啊 这是一个 后来他真正想表达的另外一个 就是说 那个女的跑去找开车 撞死他小孩的那个人 那个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嘛 跟他谈话 了解他的心理状况啊 透过其实那种美国的西方的宗教的伦理 透过欢束接受 来解开自己心灵的伤痛 好这美国或说其实很多地方了都是鼓吹用这种方法 你不要逃避他要面对他原谅他接受他 我这听是谁呢 写杂文说呢 说好像是金庸老先生 也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对是丧子 对痛 那么他到后来我看他接受访问他就说啊 这些挺有意思 他说就是呃他说读书啊 说你这个人如果能爱看书 这是你度过痛苦的呃反正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但我不知道文道文道你就是修佛的了 但这个佛佛就是说解脱痛苦 那对不起那么这文道回答就以前我想讲完金庸的故事啊 你是想说金庸是说靠读书理性上面来解脱是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靠读书 他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你你有一个读书的这个习惯啊 对 那么他可以在你很痛苦的时候也许帮上你的忙 因为这个读书啊 是不是真读进去了 就能够有暂时的一段转移的这个时间 啊没有他那个故事啊 我是为什么要打断啊 不好意思是说金庸那个说法是说 也是江湖传说了 好像他在访问里面也不否认这种事情 他当时有个小孩嘛 也是自杀嘛 非常不幸啊 后来他除了说读书 特别读佛经学佛修行啊 从理性上面来开脱理解掉事情以外 据说还有一个事情他去算命啊 其实他以前也算过了哈 呃没有后来他再去算啊 他说以前算过他不放在心上 后来他再去算算来确认一个事情 因为算命里面那个批出来的命书是说 诶金庸先生你那个命中只有一个儿子 他当时不相信 他说这样乱讲不明言嘛 我明明有两个小孩 怎么会说我只有一个呢 啊后来就发生这个悲剧 但他就明白了啊原来命中注定啊 明明我有两个啊结果啊没了一个只有一个 他是另外一从另外一个途径来 这个啊这个也是一种啊 叫礼德心安 嗯 心安礼德 有的时候啊自己找着了一个礼 嗯 它是个安定的方法 嗯 但是就文道也跟我们说一说 可是问题是 我我常常在想 比如说我们失去一个挚爱的人 或者失去某些东西 是那么痛苦 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 呃 什么叫你失去了 就假如你从来不拥有的话 你怎么会失去 你拥有的是什么呢 可能是关于一些的 跟他相处的经验 一些记忆 但那个经验跟记忆并没有失去 所以我常常会 因为我也失去过一些 我所爱的东西或者生命 但是我常常在想 失去本身是什么 呃 我们仍然可以理性的去分析 但这个分析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比如说 你碰见一对这个父母 嗯 就这样这个啊 这个孩子 呃 出了这样的事情 呃 你对他们怎么说呢 你怎么安排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 我就会跟他说 这个 从我们佛教徒的眼光来看的话 走了的人就已经往上了 你唯一做的就希望他往生散去 你你也做不到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你要想的就是你没有失去什么 他跟你在一起这些年来给过你很多的快乐 有时候不快乐 但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他你也给了他很多东西 哪怕生命非常非常短 他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对你也是 生命并不在乎长短吧 就有的人活得很长 那假如我这样反问你了 我讲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说我失去了什么呢 失去了未来的东西 我未来计划跟我小孩几岁 我要看着他大学毕业 看着他结婚生小孩 那个 愿望 本来计划中的东西 我没有了 我失去的是那个部分 谁来还给你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根本的地方了 就是你所计划的未来 从来还没发生 但是 他是你的愿望而已 是你这个想法而已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 就都有点叫什么呢 太上忘情 不是有句话那么说吗 就是太上忘情 什么罪下不及情 就中情之人正在我背 这是一般人 他这个感情的这种疼痛 这种伤害 你知道我觉得身和心是一样的 就是说身他给了一刀 他就流血 他就伤疤 然后整个人就萎萎萎缩 心受伤 那个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甚至比如说我经历的痛苦 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生理性的 就是特别痛苦的时候 真的是 你比如说我可能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我这个心脏是真的疼 想起这个事情啊 心脏就是真的疼 这个东西啊 没有办法避免 我记得 我就记得我当时在这个 我就痛苦的 就是无以名状的这个时候 我记得 哎呀 有一个知心姐姐就给我打电话 就当时就感觉啊 就是我就觉得得到一点安慰 他就说文桃 我现在都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我说 他说我完全都知道 他说但是 没有办法 可是我能告诉你的 就是忍忍下去 他说你看啊 你失去了一个什么 就像是说他给我打比方 像是说你动手术 你长了个六指儿 你多出来个手指头 或者说你有个癌肿瘤 他切除了吗 他切除了 那你以为能不疼吗 对 你现在命运安排你失去什么 到最后都会证明是合理的 那么你就在忍这个疼 手术后的这个疼痛 那么你像你真的动了手术 那能不得忍吗 那能怎么办呢 你只有这样 那么但是我就告诉你 最后会慢慢的就会减缓 慢慢的就会好起来 我就觉得 不过我不觉得刚才我说那个只是一个很高妙的道理 事实上我安慰过一些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都能接受这样的方法 因为道理给人一个道理啊 是很重要的 你有某个见地之后 你看很多东西看法不一样 但更实际的其实还有 就比如说各种宗教都会有很多的仪式 让他念经或者做一些仪式感强的东西啊 起码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就跟金庸先生讲读书一样 他当然也是一个天赋过人的人 也许才能在这时候仍然读书读得尽 但是你有一个东西 让你暂时吸引你的注意力 投入某种的情绪跟意志在里面 是能够让你暂时缓开一些东西 不过呢 我常常想痛苦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根本的出发点 就是为了摆脱痛苦 那佛教当然跟基督教不一样 基督教老是说诱惑 罪恶的诱惑是以各种面目出现 蛇是很狡猾的对不对 但其实啊 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诱惑的百姿百态的东西 但其实我想讲痛苦这个东西啊 他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他也是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面貌出现 有一些痛苦太古怪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认识一些人 他甚至是爱上了痛苦 我就是 对吧 还不是制虐那种 我就是这个玩意儿有一个意思啊 根据这个阿诚老师的这个大脑心理学的 这个不是大脑的生理生理学研究 他比如说当我们产生悲壮这种情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脑里啊 在这个前额夜区啊 痛苦中心痛苦中枢和快乐中枢 离得非常近 所谓比如说快乐 所谓比如说性高潮吧 其实是一种反复刺激之后神经信号不断传导啊 产生了一种放电现象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性高潮的时候乃至于会哭泣 是因为他离得太近了 他就一放电呢 旁边的痛苦中心 触动了 所以卡夫卡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说人的大脑里有一个房间住的快乐 一个房间住的痛苦 就你高兴的时候不要笑的声音太大 免得把隔壁吵醒了 指的就是这种相关效应 这个真是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去一下广告之后见 咱去一下广告之后见 咱去一下广告之后见